看一下里面 雪哥 下蛋没有 之前下了一个再看一下 下了几个蛋看一下 看一下 过去 哎只有一个蛋 应该 第一我可能只下一个 他们两个一起孵蛋这家伙 他我丢又不是又丢了草里面吗又丢了草之后他 把这个窝做的 自己给 快封起来了哎你这 你这你这 被自己的窝残住了 我看一下受精情况 虎皮一样大 看了一下已经受精了 应该敷了个两三天 一般鹦鹉蛋敷三天 就可以看受精情况三天没有血实 他中间会有一圈有血如果没有的话 那就是没这种 像什么鸭子蛋会慢一点 他在追他追了个母的 还让母的去孵蛋 有人说 很有钱 拿着那么多钱去买的 咋说每个人思想不一样 这相当相当于投资吧 像我买一堆他下载子给你卖的 这东西烦字也挺乖的 不忙吗 然后每个人思想不一样真的有的人花 好很多钱去去钓鱼 这上面就 让我 比较喜欢 在这里 鸭子是一部分其他一部分 这个 鸭比较会热的 他的没什么经验 但这个东西就靠习近 写定是一样 但基本上都没什么问题 死也是正常 这个东西很干净 学哥 我拿过来到现在没有给他清理分别 他的死是很干的 是没有没有异味的 可能可能比较适合做宠物吧 看下面的死 一拖一拖的 不臭 感觉比鹦鹉还干净 是蛮辛苦 我打扰你们看这个能不能复出来 后来他 这东西杂书 翻译能力很强 一年自己应该都可以翻译 然后听说 抗寒能力也挺强 但是 我这有个人有点 哎有彩杯 这两个人像什么样一样 很不怕人 你看 公武就是看眼圈 你看的很明显 这个红眼圈 这个黄眼圈 一共一波 然后一样这个东西最好可以用那种两边是板子的那种不是往事的那种 是板子的可以折一下后面也是板子然后前面是我笼子那种 应该尾巴就会跑 笼子 他在那个窝里面 在窝里面弄弄他的窝 我进屋然后尾巴在边上摸摸摸摸摸摸就这么这样 有人问能不能像隔壁一样出去放飞 我不知道应该不行 胆子应该挺小 小 他们很吵 别看他长得小他是 声音很大 声音很大的东西叫声 真的 我放在家里面外面都听得到他们的叫声 行吧行吧